根据宜兰地检署表示 由信司机员贸然关闭安全驾驶的重要辅助工具ATP系统 又超速行驶,致酿严重伤亡,情节极为重大 原判决量储有期徒刑4年6个月,上署过清 而且并未说明各该量刑事项的具体审卓情形 判决理由鲜有未备 而另外担任请协式电链车巨额采购案 技术资料检讨会议主席或一审无罪判决的柳姓被告 输以注意审定电链车测试的程序书 自未发现本案电链车ATP远端监视系统 全部未连线,显有过失 另外一审也判决无罪的无姓被告 为综合调度所所长兼试车小组的成员 在本案电链车试运转阶段 未确实测试ATP远端监视系统是否能运作 在102年间投入载客营运到案发为止 又疏于未发现该系统从来没有作动 也有过失 因此宜兰地检署针对这三名被告的一审判决 全案依法来提起上诉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